现在要嫁一个好男人 太不容易了 不如咱们就招个坠续 什么呀 妈都想好了 现在要嫁一个好男人 太不容易了 不如咱们就招个坠续 这样呢 你妈我也能放心 关键是人我都给你选好了 怎么是你啊 长盛的名誉受损 我已经破产了 你欠了一堆债 杜阿姨答应我 只要我嫁给你 就可以帮我还债了 看看你妈这眼光怎么样 看看这身材 看看这脸蛋 要不是因为长盛倒闭 能便宜得了你呢 小盛 阿姨对你也没有什么 别的要求啊 就是三年爆粮 能做到吗 我努力吧 大点声 我会努力的 好好好 择日不如撞日 这样 明天你俩就结婚 kalau成了 宓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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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宁 lim estar 盛哲宁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我给他干吗 你说 我不给你生孩子 我不给你生孩子 盛哲宁这人到底谁啊 可摔了 真的 人又好 妈 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说 盛哲宁又是里面的男主角 我可喜欢了 昨晚做梦就更进 我跟人家好了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 你静梦先没用的 这小说里的人是 能跟你结婚人 能跟你生孩子 什么没有用的呀 梦梦还不行 吃饭吧你 谁啊 你小姐妹 喂 喂 我到你家楼下了 下来吧 不是 你来干什么呀 真的不用麻烦了 我自己过去就好了 没关系啊 顺路 顺路啊 那好吧 辛苦了 抱紧谁啊 一个客户啊 我们俩聊得特别来 就是新认识的小姐妹 聊得来 客户 来呢 女的 小姐妹嘛 真八卦 我走 你好 我走 走吧 你送我啊 上车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